207年可以说是喜气连连 国室这年结婚的明星就有好几对 爱与人数众多 于是我们分成上下两集 像是爱情长袍组 世纪婚礼 偶像组 以及今夏组 在岁末年中 一起来回顾这些明星们的结婚大事 说起爱情长袍 不得不提金泰西和瑞哲 对交往五年的恋人 两人在今年一月份完成终身大事 明明都是大明星 名下方产 加起来也有10.7亿新台币 但是婚礼走的是低调素雅风 夫妻俩拒绝厂商赞助 这节俭的美德 在网路上掀起话题讨论 还记得杨紫山在2015年 PO出嫁了 他叫吴中天 那句甜死人不偿命的话吗 等了两年 小良寇终于在今年六月份 完成终身大事 一身有美 剪裁和身的蕾丝婚纱 站在吴中天身旁 简直是灵奇逼人 交往近七年后 终于互定终身 实在是让人感动到无法平复 宽大与客家业 影戏结约 两人甜蜜交往五年多 终于在这个月登记结婚 在脸书上秀出两人的结婚戒 与甜蜜合照 消息一处立马受到众网友的留言祝贺 烂临二人称乃荣大 从交往开始 就不断的大方放闪 反观艺人们通常在感情上 矮的低调 两人交往六年 终于在第七年结婚 双方在影音圈的好人员 让婚礼上 尽是星光闪闪的明星们出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